7月1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抗议引领经济复苏的重要讲话 会议结束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接受媒体采访介绍习近平主席与会成果 马昭旭表示这次会议是亚太经合组织为应对疫情和促进经济复苏 特别增开的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对于加强全球抗议合作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具有特殊重大意义 马昭旭说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 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 积极倡导并且践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 在以新冠肺制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 中国秉持人民之上生命之上 不仅自身抗击疫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 而且勇力全球抗击疫情最前线 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全球人道主义行动 我们尽最大努力帮助发展中国家 克服疫情影响 维护人民生命健康 积极倡导并且践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马昭旭表示习近平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 从阐释中国发展道路 扩大国际认知认同 倡导命运共同体理念 指引亚太区域发展方向 高举团结合作大旗 引领促进亚太抗议合作 放眼全球发展提出经济复苏的中国方案 聚焦务实合作 积极贡献中国力量等五个方面发表的重要讲话 有助于推动各方凝聚共识 开展合作 那么当前呢 新冠肺炎疫情起伏反复 病毒频繁变异 疫情防控形势啊 依然十分的严峻 世界经济脆弱复苏 国际社会迫切期待 更多的信心 希望与合作 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 习近平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发表题为团结合作抗议 引领经济复苏的重要讲话 推动各方凝聚共识 开展合作 为全球应对疫情 开出新药方 为世界经济复苏 提供新思路 为深化亚太合作 注入行动力 马昭旭说 我们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 共赢旗帜 同亚太各方深化抗疫和经济合作 为推动国际社会早日战胜疫情 实现经济持久复苏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做出更大贡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共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